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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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胡适的白话文学史 他引用了汉书王包传 指出慈父只不过是比昌幽国以高一等的玩意儿 末帝只图被皇帝帝齐高下以差赐伯 又说司马相卢只不过是苟尖的文人做了皇帝的亲客 因为做了大官总要打起官墙 做起人家不懂的古文 封善文就是一篇荒诞无根的妖言 是虚词乱说的绝好模范 其次郑正夺的插图版中国文学史也说 汉书是体质宏伟的 是光彩辉煌的 但他的内容却是相当空虚的 没有深知的性灵 也没有真实的诗的俊美 只是一句五彩斑斓的 中空的 画期的厉贵 不是什么伟大的作品 他们的作者也不是什么伟大的诗人 那无论是胡适 或者是郑正夺 都对傅家和慈父做出了极其贬义的批判 那我本身是研究慈父的 对于这样的批判 当然是不能苟同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个当下 我想这样的批判不但是情有可原 也是必然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五四运动的共同精神就是评判的态度 而对于文学的评判 就是要重新固定旧文学的价值 以建立新文学 前旋头为胡适尝试及作序的时候就说到 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 应该极端切除 太除殆尽 才能使新基础稳固 由此可知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 正正国的插图版中国文学史 就是在这样的革命前提下 要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学史观 例如 重视民间文学 执探否点翻译 挖掘深思记忆诵等等 也就是强调所谓的 通俗文学史 那么他们将附庭文学 比视为贵族文学 评判为古董假的死的文学 自然而然就是个既聪明又精彩的战略选择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回到一百年前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与境里 就能够理解 五四文人为什么会如此贬低富和富佳 既然如此 尹老师为什么还要我们图围呢 我想原因就出在 五四之后的学术界 没有回到五四的时代与境里 去理解当时的知识分子 为什么批判旧文学 而是直接接受了那些批判观点 以目前大学里 流传最广的两本文学史教材为例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他在谈论到汉富时就说 汉富大多是繁华 损支 高于害股的东西 描写公院的 富丽都城的繁华 神仙 田业的乐事 以及封建统治者的奢侈生活 富的结尾虽然富上了 规券封玉的尾巴 但是本末导致轻重悬殊 所以 封玉的作用也就很小了 皇帝是以富取恶 那富家呢 是以做富的得宠 这种文学实际 是离开社会生活 只成为皇帝贵族的娱乐品 叶庆离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也说 汉富以夸誓为能事 为大汉帝国锦上添华 因此帝王提倡以满足虚荣心 文人作父以为囚冠 妖宠 此外 台静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也说 富家 例如梅 陈 周扬 司马向儒 都是以魅士一主为荣 尤其司马向儒 是受到宫廷苟间推荐进入朝廷 没有儒家出处观念 不以为耻 就好比他与卓文君的结合 也是尽可用尽无赖的手段 所以他的副作基本上 也就是用一些虚词烂书 来阿余媚上 实在是看不出有奉剑的意图 那我们不难看出 以上几本4060年年代的文学史著作 对于汉富的描述 大体上仍然是延续了五四的思路 直到今天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仍有可能是大学文学史课当中最普遍的说法 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必须重新反思 事实上 当代已经有些学者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例如简中吴老师 从游戏说与凤语说 探讨汉富文学思想源流 从语言文字的观点 探讨富中归怪的伪字 让学界对原本汉富令人鄙夷于此意之处 有了不同的提论 再如正欲于老师 从空间权力的角度 解读司马像如天子游猎父 认为王世公十位中央政权提出声明 透过将于划分 物产所有权 伦理规范的论述 不见一个高低有序 上下有别 失授有分 强弱不同的关系网 所以在运游之中所有的空间力下 都成为权力的载体 我们不难看出 上述两位前辈学者所做的努力 都是对五四知识型的突破 当然 严老师的这本新书 除了希望当今学界能走出五四知识型的迷笔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希望当今古典学术的研究 能够立基于华人主体系 建构出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论述 而不只是接受套用西方理论 用西方人的思维观点解读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因此 我想我就以司马向如为例 简单说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 司马向如究竟是不是个长优或无赖 我们如果回到实际司马向如列传 就会发现司马向如是因为仰慕 在国时期赵国上亲令向如 才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向如的 我们也知道令向如原本只是赵国宦官佛墓 墓行的门客 他之所以能够做到上亲 靠的就是过人的挚勇 所以司马迁在整个司马向如列传中 无论是写司马向如跟随游碎之士 客油粮 或是与琼琳琳谋取卓文君 又或者是让卓文君安如孤酒 而自己穿着独鼻昆 与仆人一起洗酒器 甚至是当武帝独到子虚妇 遗憾不能与向如同时时 苟尖杨德义就那么凑巧的飘出来说 这个是我的同乡人司马向如所写的 更有圣者司马向如在死前 竟然能够预测到武帝会派遣侍者来求书 就先告诉妻子 届时就将封善文交出去 那以上种种不都是战国游说之士 智谋的展现吗 这不也真是司马向如 以令向如为偶像的原因吗 而他也在一步一步的实践中 我们不能够因为在司马向如之后的美稿有 见识如昌、自毁类昌 杨雄有父缺而不止又火似 还有存于昏幽梦之徒 非法度所存的言论 就将司马向如以及他的副作 一视同仁的对待 那至于司马向如最著名的天子游猎父 司马前最后的评价是 虽多虚子烂说 然其要归隐之结界 此与诗之奉剑合意 史记中虚词一词的出现 共有四个地方 分别是苏秦列传、张义列传、鲁重连周扬列传 以及司马向如列传 可见虚词应该是战国游说之事 惯用的言说策略 至于烂说一词 仅出现在司马向如列传 烂的本意是大水难言 一出很有过度的意思 所以司马迁的意思是天子游猎父 虽然洋洋洒洒几千言 但最后却能够截其要 引之于截戒 这不真是施大叙所说的 主文而绝戒 言之者无罪 文之者足以戒的最佳示范吗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在这里没办法细讲文本 但我们如果能够站在上述的前提下 重新审视天子游猎父 将会发现司马向如之所以 采取类似处辞大召召魂的模式 应该都是有他的时代意义的 我想这样的解读 大底就能呼应严老师所谓的 当代中国人文学术 如何突破五四知识型的围城吧